各位同學好 現在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掃頻量測法量測頻率響應當中的相位響應部分 政府響應 各位剛剛已經聽過了 就是隨著頻率政府的 頻率的變大變小 可以在視播機上看到 一個隨著時間 會看到的頻率的分佈 會出現有比較大或比較小的條件 我們可以從這裡看到 這算是一個帶通濾波 透過視播器把這個合理的時間 換成頻率就可以得到 當然我們的掃頻就有這個特性 所以我們來看到我們的視播器 那現在各位看到的視播器 是一個黃色的是輸入訊號 藍色的 綠色的是輸出訊號 然後我們可以同時看到有輸入跟輸出兩個訊號 那我們自然就可以知道這兩個訊號之間的關係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到 輸入訊號 本來都是都有的 但是輸出訊號在低頻的時候沒有看到 高頻的時候看到 這可以看到它的作用 但是另外在我們現在的示播器有一個功能 叫做zoom in 就是在這裡按下這個 放大鏡 沒有按下去以後 它就會去放大 你放大的範圍 也就是它會把 灰色的區域 來做放大 所以我們可以仔細觀察灰色的區域 例如我們現在要看的就是我們剛剛的3DP點 那3DP點 它的這個正幅 上面major的時候 已經量到了 就是1是輸入訊號 9.8、9.7 幾乎是10伏特 封對封值 請注意這裡的正幅指的是封對封值 那2得到的這個封對封值是6.8 幾乎就是這一個9.8的0.7倍 也就是說 在這一點這個綠色的 我們在這裡看到的 綠色的就是它的3DP點的值 所以可以清楚看到這一點得到的是3DP左右的正幅 那頻率就在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的頻率就是 我們之前major frequency 定的3.4K 也就是3DP點的位置 那另外就是相位 這裡可以量得到相位 也就是2跟1之間的相位差 1領先的2 40到50度 這個相位量測 由於這個波形在做一些飄動 所以在這個條件之下 能夠得到這樣的值 已經可以能夠幫助各位 從40跟50的跳動 可以知道 它的合理值應該在45度左右 也就是說 它的相位幾乎就是45度 我們可以做一些調整 調到比較低頻的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頻率也跟著變 例如剛剛是3K 如果我量1K的話 我可以知道它的相位大概是領先比較多 有將近60幾到70度 不過請注意它的正幅變小了以後 會影響到比較影響到它的相位值的判斷 如果我們把它調到更小 但是因為這個幅度太大了 它看不見 所以要再大一點 我們如果能調到大概300赫茲 就是它的十分之一的話 快要量不到了 大概這樣子 那這個相位差已經接近蠻大的比例 所以它幾乎在下面各位可以看到 幾乎是快要90度了 90幾80幾 那它因為這個波幅有大有小 它會有一些跳動 已經不容易觀察那麼準確 但是可以知道 在這一個400多300多的時候 它幾乎是90 我們可以嘗試著把它調大一點看看 看有沒有機會讓它量得更準 這個波幅會變大 理論上 它可能可以有這個機會 不過因為它在跳動 所以還是有一些差別 但是希望各位了解 它的值已經是接近 已經是接近80幾到90度之間的相位差了 80幾到90度的相位差 當然我們可以用 所謂的這個 按暫停的方式 來取得 就可以得到比較準的結果 像在這裡 可以得到 要花一點時間讓它跑 所以 基本上在接近300赫茲左右的位置 260幾太多了 300多的位置 但是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負300度也是 將近60度 但是60度 稍微的比較不準確 這個波形比較大 所以 要把它量的準確 比較 比較 不容易 波形又偏小 但是 各位希望 可以知道 就是 我們原則上 能夠觀察得到 相位差 在頻率比較低的時候 幾乎都是 八九十度 然後 然後 在這個 四十五度 在這裡的時候 幾乎是 3dB點 幾乎都是 四十度 四十五度 然後比較高 平的時候 相位 基本上 同相位 大約就是零度 幾乎就是零度 那當然 我們剛剛因為經過微調 所以我們的這一個 每一個刻度 電壓的刻度的值有變化 我們還是可以嘗試的 先把它調回剛剛的結果 就是 我們本來期望的兩伏特 讓上下都一樣大 就會發現說 比較高頻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全通 正幅都一樣大 1跟2都一樣大 然後相位也應該是零度 然後比較小的時候 有相位差 各位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是把觀察出相位差的 這個 由頻率高到低的差異 那至於說 要記錄相位響應的值 我們可以參考這樣的一個比例 再去比較準確的值 來記錄 像現在這樣的 入陰奧看到的相位差 的值 是560度 這樣子的解析度 比較不夠精準 最好是 我們直接把這個打開 然後用調頻率 單頻的方式去觀察 比較好 以上就是這個相位響應的觀察 那另外又跟各位講的一點 就是 為了要觀察這個訊號 我們需要用一個同步訊號 所以各位如果注意到同步訊號 已經變成藍色的 就是Channel 3 我們要把同步訊號 放在3來觸發 但是一般來說 我們的 含數產生器 沒有這個3 我們只有兩個Channel 所以我們要用 外部觸發 來做這件事 那所謂的外部觸發 就在後面 這個外部觸發 在這裡 把它調到外部觸發以後 前面已經不能觸發了 它的訊號會一直跳 所以我們要再觸發這個地方 設定Source 乘External 再按幾下 這樣External 然後 這樣就固定住了 當然你還是可以嘗試調整 看看 或者你會發現 Trigger Level在負的地方不對 你要設在 那個0到 因為它 方波是到3點多 所以到3點多以上會跳 在這個3點3到0以內不會跳 所以你設在大概1伏特2伏特 這個Trigger Level都很好 那左右 呃 就會發現 只要Trigger Level在中間 其實 這個地方嘛 它觸發的嘛 一樣的 得到的是一樣的結果 雖然看不見 但是還是可以用 所以各位可以利用這樣的方法 可以把Channel 1 跟Channel 2的訊號 同時的可以看到 同時可以得到這樣子的一個訊號 的結果 那希望各位能夠理解 利用外部觸發 然後來觀察相位 響應的特性的 基本原理 然後可以善加利用 來觀察 政府 同時也 這樣的特性 同時也可以觀察政府 也可以觀察相位 當然它需要靠Major的讀值 然後Major的讀值 就請各位記得 在Major裡面有各項可以讀值 有針對 呃 政府的部分 就 就 就 amplitude 然後也有針對頻率的部分 也有針對相位 那相位助教特別再說一下 相位裡面有 有Source 1跟Source 2 分別要選 Source 2 1 這邊2是你自己 2的前面 Source 2 1後面 這樣就會是2對1的相位 就會量到這個值 然後Major的時候 這個Windows 以選擇Zoom 看這個中間的Zoom 它的解析度會再高一點 理論上這個地方也是 請跟大家說明 好 好